人老三个坎,熬过寿命长,是哪三年坎,老年人要早知道,人生如梦,岁月如缩,时间过得真快,一转眼的功夫,我们已经从少年时期迈入了老年阶段,此时白发已盖顶,步履蹒跚,虽然说最美不过夕阳红,但是当真的体会变老的时候,很多老人都是不知所措的。 毕竟一些老年人的身体慢慢的老化,状态的不好,这要度过心理观,身体观,孤独观等等这几大观的,其实老祖宗讲的也好,人之一生,如登高山,所以人的一生好比攀登高峰一般,当攀爬到山顶以后,虽然看到了沿途最美的风景,但是摆在面前的却是一条下坡路上山容易, 下山难,所以人的一生就像是十二长生一样,从长生开始,然后经历沐浴,关带,灵关,帝望,摔,病,死,最后进入墓库,生生不息,四季轮回。 和青少年时期相比,在老年时期更是如此,原本退休以后已经过上西洋红的生活了,不过随着年龄的变老,很多人在五十岁以后,身体状态似乎呈现断崖式的衰老, 因此想要活到九十九岁,甚至一百岁以上,也是需要注重自身保养的,当然根据科学家们的研究发现,人在三十四岁,六十岁,七十八岁衰老速度会加快, 而六十岁到六十四岁,七十五到七十九岁的这两个阶段,也是一个危险的时间段,原本以为人到老年便可享受天伦之乐,不过随着年龄观,心理观等一些问题,这看似夕阳红的道路上,又冒出了这三道坎,而老祖宗则认为,如果熬过了这三年坎,寿命也就长了, 而俗语,人老三个坎,熬过寿命长也是由此而来,人老三个坎,熬过寿命长的意思,第一坎,年龄到了五十五岁,老人认为,人老了在人生旅途中的第一个坎出现在五十五岁,那么为什么会有五十五岁是一道坎之说呢? 以老祖宗主观地认为,老祖宗认为,人生和数字都存在着一定的必然关系,按照古书周易的说法,这个世界是有阴阳的,天地如此,黑白如此,男女也是如此,男人为阳,占一,三,五,七,九,女人为阴,占二,四,六,八,十, 把这十个数字加起来,正好是五十五,所以老祖宗就主观认为,人到了五十五岁后,也就是人生的圆满期,但是,人生哪里有圆满的事情呢? 所以,老祖宗就把这五十五岁称为养命期,关于五十五岁的说法,民间里还有一句俗语是这样说的,人到五十五,阎王数一数,这句话的意思是说,人到了五十五岁后,作为神话传说中的阎王爷是要看生死博的,顺便查看一下有没有遗漏的地方,不过上述都是民间里传统的一些说法而已, 实际上带有一些迷信的色彩在里面,二,我们科学的去解释,五十五岁,在古代,由于科学技术的不发达,医疗条件的不完善,所以古人的寿命都是比较短的,平均一般在五十多岁,所以在古代,古人们能活到五十五岁也算是高寿了,故此也就有了五十五岁是一道坎,年龄的分水岭的说法, 但是随着医学条件完善,我国的平均寿命已经在七十八岁左右了,不过五十五岁却是中年和老年的分界点,如果人在五十五岁的时候保养不好, 比如说血压高,血脂愁,血糖之类的,在五十五岁控制得不好,后期随着身体机能的衰退,老年人的一些慢性疾病也会来临,所以老祖宗认为,五十五岁是一个坎, 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才行,第二坎,年龄到了六十六岁,除了五十五岁外,老祖宗还认为人到了六十六岁又会是人生旅途中的一年坎,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? 一老祖宗的主观解释,对于六十六岁也有一些农村俗语的,比如这一句俗语,六十六,六十六,不死掉块肉,这句话的意思是说,老人虚岁六十六岁的时候, 而女们,要去集市上买一块猪肉的,而这块肉不多不少,正好六斤六两,然后把这块肉拿回家,煮熟以后让老人坐在门槛上吃六口肉, 以达到为老人挡灾,麦坎的寓意在里面,所以在俗语中也就有了六十六,要吃儿女一块肉的说法,为什么会这样说呢? 按照老祖宗的说法,古人认为如果是六十六岁重岁的生日,会犯福音,而这个岁数是半祭寿,而在民间里也有人生六十六,到此一游的说法, 由此按照老祖宗的说法,六十六岁也是一道坎,一定要注意才行,而我们科学的去解释,按照科学的解释来说,在古时候,古代人的寿命普遍是比较短的, 虽然也有一些长寿的人,比如说孟子,乾隆,孙思苗,彭祖等,但是这也属于凤毛麟角, 而广大普通老百姓因为医疗和饮食条件的制约,寿命一般在六十六岁左右,所以也就有了六十六岁为一道坎的说法, 不过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,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,这个年龄点已经不是一个终点,而是一个新的起点,但是也要注意为好, 第三坎,年龄到了七十三岁和八十四岁,以老祖宗的主观说法,在农村里有句俗语,七十三,八十四, 阎王不叫自己去的说法,这句话的意思是说,人到了七十三岁,或者八十四岁以后, 也是人生中的第三个年龄坎,如果熬过这两个岁数,那么老年人的人生就坦途了,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? 老祖宗认为,这七十三岁和八十四岁是个圣人的年龄是有关的,根据一些历史资料的说法, 孔子在七十三岁的时候去世,孟子则是在八十四岁的时候去世, 对于我国历史上出现的圣人,其实并不多,除此之外还有亡阳明,关公等, 在古代,皇帝虽然是一国之君,但是也比不上圣人的,就算是秦皇汉武, 唐宗宋祖,甚至成吉思汗也不如圣人,而普通老百姓对于圣人更是望向其倍了, 因此民间里也就流传了这样一个说法,孔圣人的年龄是七十三岁, 孟圣人的年龄是八十四岁,所以老百姓对于这两个岁数成为老年阶段的两个看, 而我们科学的去解释,从科学的解释来说, 其实人到了七十三岁,或者八十四岁以后,随着身体机能的衰退, 这也意味着正是步入老年晚期,所以当进入这七十三岁,八十四岁以后, 也就进入了长寿的边缘,此时因为心理因素等其他因素的影响, 老人难免会产生焦虑和恐惧的心理, 所以也就出现了七十三岁,八十四岁为一道坎的说法, 写在最后,通过上述来说,对于人老三个坎, 熬过寿命长,这不过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一种说法, 但是随着医学条件的发达完善, 现在这句话已经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, 所以人到老了以后,不仅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, 也要去科学的养生,只有这样寿命也就长了。